生命的起源,男女有别 生命的开始,金子和卵子的相遇 小朋友,你们知道生命是怎么样起源的吗? 这可是个很奇妙的过程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生命的起初其实是两个很小的东西 一个叫做金子,一个叫做卵子 当金子与卵子相遇 两者合而为一时,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了 当然,刚开始的兽金卵还不是婴儿的形状 但是却具有孕育生命的能力 兽金卵经过无数次反复的分裂不断成长 最终成为可爱的娃娃 在妈妈的肚子里 兽完金的卵子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最初哦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非常非常小 躲在妈妈子宫里的一个小袋子里 就连妈妈也几乎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就比如我吧 我在妈妈肚子里待了三个多月 妈妈才发现我哎 其实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长得非常快 才过了四个星期 已经从当初针尖那么小 长到指甲般大小了 头、脑、脊椎骨渐渐开始形成 很小很小的心脏也已经形成了 到六个星期左右的时候 我已经有核桃般大小了 手、脚、耳朵也慢慢可以看得出来了 你看,我都长这么大了 妈妈居然还是不知道我的存在 哼,我不禁有点生气了 等到妈妈终于发现我的时候 我已经几乎长成一个小婴儿了 头啊、手啊、脚啊都已经成型了 连小小的指甲都有了 我有的时候会在小小的袋子里 伸伸手、踢踢腿、活动活动筋骨 因为没事干闲得慌嘛 反正还有一种特别的水、羊水 随时保护着我 我才不怕呢 可是后来我就不敢随便乱动了 因为被妈妈发现了 妈妈总是骂我是小捣蛋鬼 一刻也不肯安分 其实我才不是呢 不过我长得越来越大了 就觉得原来很大的地方居然变小了 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乱动了 到第24个星期的时候 我已经有35公分长了 体重超过了800公克呢 你一定很奇怪 我怎么会长得这么快吧 其实这都是妈妈的功劳哦 妈妈通过一个叫做脐带的细管子 把氧气跟氧分远远不断地输送给我 我才能长得又快又健康哦 在第38个星期左右 我已经身长50公分 体重3000公克了 很厉害吧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 妈妈的肚子太小了 我想我还是赶快出来吧 我出生了 我好想出来哦 可是出口那么少 我拼命挤压挤压 却总是出不来 还弄得妈妈很痛很痛 我好难过 都怪我长得太大了 幸好有医生的正确引导 再加上妈妈跟我的努力 最后我终于出来了 我太兴奋了 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 只好放声大哭 以示庆祝 不过也有小婴儿 他不能自己顺利地出来 这个时候 医生只好把妈妈的肚子剖开 把他们取出来 取出来的婴儿 大概会哭得比我小生吧 我想了 不过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我们都有肚脐哦 他曾经是连接我们跟妈妈的臍带 不过现在 我们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了 可以自己呼吸跟吃奶了 再也用不着那根带子了 我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之后 接触到了更大更新的世界 我想我会成长得更快乐 小朋友 你们说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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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